首先帶來看到的是 聯亞新冠疫苗在六月底 申請緊急使用授權EUA 歷時一個半月 最後是沒有通過 實驗署表示專家會議投票表決 有四人不見在意 十七人是不同意通過 建議不予核准專案製造 指揮官陳時中則是表達遺憾 強調聯亞疫苗的安全性 可以接受 不過在中和抗體數據顯示 聯亞新冠疫苗緊急使用授權EUA 最終審查結果公佈 跌破外界眼鏡未獲通過 指揮官陳時中表達遺憾 食藥署署長吳秀梅表示 十五號週日邀請藥學 獨立學 臨床醫學 公衛專家等 召開一整天的專家會議 討論聯亞新冠疫苗 專案製造申請案 最後投票結果不予核准 四人是不見在意 有十七人是不同意通過 所以不會核准專案製造 也可以繼續再去執行 第三期的臨床試驗 比較兩支國產新冠疫苗 高端血清抗體 陽轉率百分之九十九點八 綜合抗體效價六百六十二 六月十五號申請EUA 七月十九號核准通過 而聯亞疫苗六月二十七號公佈 二期臨床試驗期中報告 血清抗體陽轉率百分之九十五點六五 綜合抗體效價一百零二點三 隨即在六月三十號 向食藥署遞交EUA申請 不過歷時一個半月 並未過審 聯亞EUA沒通過參加臨床試驗的受試者 未來該怎麼辦 陳生中表示會保障這些族群打疫苗的權利 食藥署表示聯亞將在印度展開第三期的臨床試驗 未來只能透過第三期的試驗結果申請藥證 不過時間點會落在明年 並強調聯亞無需走完三期臨床試驗 也可以在其中申請藥證 不過條件是需符合當時的公共衛生緊急情勢 以及疫苗採購上是否仍出現短缺情況 聯亞EUA傍晚發重訊回應 強調國內人體第二期臨床試驗進行中 至於人體第三期的臨床試驗將重新執行 效益評估 記者黃立委張國良台北報導